欢迎们大家好,我是风格爱华卉 今天呢,咱们来讲一下加接三角梅修剪的方法 看一下这一颗 这就是一颗加接苗 来看一下这个枝条就是加接的 加接了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了 看一下这个位置就是加接点 另外两个枝条呢,就是原生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加接的枝条 明显的没有原生的长得壮,长得旺 为了避免这三个枝条跟加接的枝条抢夺养分 所以呢,必须要进行修剪一下 其实呢,这个枝条原来已经修剪过 看一下,它已经有好几个分支了 这是一个分支 另外一个,这也是一个分支 长得都比较细 如果是不把原生的修剪一下,它长势非常的慢 所以,必须要把原生枝条去掉顶端优势 再来看一下另外一颗 这一颗也是存在同样的问题 看一下这个枝条 这个枝条就是加接的 也是加接了有40多天的时间了 同样的,也是经过了一次修剪 修剪以后长了两个分支 这是一个,长得特别的细 另外一个分支还粗一点 这一个分支呢,是原生的 明显的长得比较壮 加接枝条的养分永远抢不过原生的枝条 所以,必须要修剪一下 修剪的方法就是 保留 两个芽点 保留一个叶片,两个叶片 从这个位置给它剪掉 这样就可以打破它的顶端优势 另外一个枝条也是同样 给它掐头就可以 把叶芯去掉就可以 修剪以后,这个原生的没有顶端优势了 这个枝接的枝条生长的就会快一点 再来看一下另外一颗 同样的也是保留两个芽点给它剪枝 再来剪另外一个枝条 刚才的这个留了两个叶片 这个也是 留的高度一样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枝条也要剪短一点 后期层这里还会发芽 这样这一颗就修剪完了 这一个枝接的枝条不需要修剪 后期会长势快一点 在修剪完以后 为了促进枝条的生长需要给它施肥 肥料可以用复合肥或者是缓施肥 再就是氮肥都是可以的 我今天给它使用长效有机缓施肥 所有的话会都是一样 不能长期的使用化学肥料 否则它的盆土就很容易板结 营养失衡 所以在施肥的时候 尽量的做到有机肥和化学肥料 结合使用 这一些在修剪过的三角枚 在施肥以后 最好把它放在光照比较充足的位置 只有光照充足了 它的分支才会长得更多 在每一次施完肥以后 需要给它浇一次透水 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可以长出分支 等分支长长了 就可以再次修剪 经过多次修剪以后 它的灌服也会越来越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有用 就给我点个赞鼓励一下吧 十番感谢 欢迎你们的陪伴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有点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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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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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